相隔了9个月 我们终于回到来PJ这一区 这里呢是当地人最繁华的其中一个地方 同时也是雪州人口最多的城市 历史悠久 1952年开始迅速发展成为巴胜股主要的经济中心 你看西帕、XX2、Uptown、班达五达玛、大曼顿 有哪一区是不忘的 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 这里的人流不断 就算经济不好 是有一些店它会关闭 但我告诉你若有人想要在PJ营业呢 他们还是优先会选择这一些商圈 本期视频我将带大家一起来到Grand D'Amansara的项目 在地图上来看这楼盘就在Spring大道的旁边 从楼盘走出来大路 沿着这一条路 然后右拐呢 就是First City University和The British国际学校 从学校再走下去就会有一所小学 叫做赔财花校 最后你能到达One Udama商场 不堵车的情况之下8分钟的车程 这是项目的所在点楼盘的旁边就是PHP有站 这里有一条路你可以走到那一边越过巴马线 就是Gaiuara LRT站 另外一条路呢 你会看到这个天桥吗 越过这个天桥的然后走下去一段路也是可以走到那个站 如果真是不方便上了年龄的人呢 我是讲着 可以搭上巴士直接把你送到站里 这是政府的要求 LRT站附近要有几个巴士站 方便别人去到更多的小区 Daman 所以这一个巴士站呢 不属于楼盘的管理层 它会一直存在 大家可不用担心 楼盘距离LRT3的站 只是一个500米 从Gaiuara的一站 就能到One Utama上场 那你在这里可以转站到MRT Kajang路线 然后89个站呢 就能到Pavilion Phuket Pintang和TRX金融中心 给大家一个可以帮助到你们的一个投资的资讯啊 也希望你们在这里可以获得更多的信心 在NKVE收费站的旁边 也就是楼盘在上一些 原来有一片地给C Hoi Chan的集团 发展成40层楼的写字楼 One Utama商场包括整个巴文大吴大曼 都是这个集团搞上来 在写字楼旁边是另外一个LRT3的站 从这里我们就知道 这一个我们讲的写字楼 可以为这个Gran Damansara项目 提供一个比较稳定的租客群 因为一站下来就是Gran Damansara 也就是你们的家啦 通常我们工作最头痛的就是堵车 堵上一个小时 或者是搭上好多个公车站的 下车还要走一段路才能走进公司 这也是我们最头痛的地方啦 那如果你的公司在这个写字楼那边呢 这个就是住在这里的一个优势 据我所知整栋写字楼建好的时候发展上是不打算卖他们只是出租 打来的信心的 因为PJ的地啊 我们讲它的需求是比较稳定 而且地越来越少 抓着这个点 他们就有信心可以出租给别人了 然后赚取一些稳定的现金流 好消息的是LRT3会在2025年建好 我们再看看周边这里会有比较少的景观被遮挡 没有任何的HTC电塔 这里都是一些双层排雾 算是差不多比较成熟的小区 上次给大家拍的121 Residence就在这里 它算是比较靠近LRT站啦 自然它的优势会比较大一些 如果是驾车去附近的朋友们 沿着Sprint Highway下去2.8公里5分钟就能到Daman Sara Uptown 同一个大道走下去换去LDP大道 4.1公里7分钟呢 你就能去到SS2商圈 万武丹玛跟IKEA大约也是一个4公里多10分钟的车程内 那么最靠近这个楼盘呢 也就是楼盘会获得更稳固的租客群啊 也就是学生啊 为什么 因为它比较靠近First City University大学和The British国际学校 就在1.3公里的距离 若你不想在堵车的时间去到那么远的地方找一些吃的喝的 从楼盘沿着Daman也就是里面的小区 走呢 就能到Atria商场以及楼下的商圈 讲真的啦 这里真的不缺吃的太多饮食选择了 而且以上我提到的商圈呢 无论在哪一段时间人潮都是满满 紧接着我们大概理解项目的一些资料 Grand Daman Sara属于99年历史后 管理费包括Sinking Fund大概是一个4毛4一方式 Studio单位没有车位 一个卧室的单位开始起呢就有车位 项目会在2027年完成 有分为两栋40层 一栋是Residential title属于自住的楼盘啦 另外一栋是属于Commercial HDA可以作为商业用途 两栋加起来共有981户 楼盘的Level G呢 有一些商铺啦 当然麦当劳也是进来了 Grand Daman Sara一层有21户 附上5台电梯 实际上呢它一层楼有分为两个Wing 也就是一个L型这样子啦 那有East Wing有12户 West Wing有9户 听起来会不会比较好听呢 总之呢一层就有21户 那么Ground Floor到一层楼呢 是Retail 然后2楼到6楼才是你的停车场 然后到第7层呢 就是楼盘的设施区 在Soho顶层有一个空中餐馆 Sky Bar开放给外面的人进来享受晚餐 和漂亮的PJ美景 项目平均价为790块一方尺 而Soho的会比较高一些 前面这里就是Sprint大道 转进来Jalan Angeret 就能进到楼盘了 商户和住户都使用同一个进出口 所以在出入的顺畅度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比如周末这一些店铺 如果真的是给它搞上来的话 那么外人和住户同时使用一条路进去的话呢 加上另外一栋又是可以作为短住啊 那么大家进出的频率也是会提高 看看项目的设施 设施氛围 Retreat Active Relax 还有Social 这四个区 Retreat包含着泳池和一些水性主题的设施区 Active都是一些激烈的 比如跑道 健身室 篮球等 Relax 就是比较悠闲的区 比如花园 书房之类的 最后就是Social 就是比较互动性的小区 包括BBQ 会议室 洗衣间 然后这个共用厨房等等 这次设施的户型图 可以看到发展上是完全利用所有的能用的空间 包括楼盘旁边 那有一个慢跑道 而且呢 每一个小区都会有小树包围住 所以这一个区里面的人呢 不会直接望到别的设施区的人群 同时又可以遮挡炎热的阳光 那么朝设施的那些单位啊 最低的山城呢 可以享受到比较热闹的小区 而且又有一些绿子 当我们坐在阳台的时候 我觉得是有点像度假村的感觉 当我们慢慢的把镜头zoom in 到整个设施 就好比你整个人进入整个设施区了 而且这一些树呢 就会把外面的城市世界完全的隔开 这边是BBQ和休闲区 讲着呢 整个设施非常完善 从水性到各种不同的运动小区都有 你每一天都可以做出一个schedule 来进行不同的运动类型 在SOHO的楼下有半个篮球场 这里就是孩童的设备 若是当天的天气比较闷热 你可以在Swing Terrace这里待着 也会比较凉快 我们把镜头暂时转去一层楼的floor plan 一层楼有两个wing 然后这个是12个单位 这个wing是9个单位 加起来是21个单位 对我来讲看起来是差不多一样的 因为一层楼 而且呢 这个是五台电梯啦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refuse room 也就是你的垃圾室会在这边 每个角落都会有一个楼梯口啦 基本上一共一层楼有三个楼梯口 这边一个 然后18号单位这边有一个 接下来2号跟3号单位也是有一个楼梯 Grand Damansara Soho那一栋共有三种户型款式 包括273方式的studio 469方式的双钥匙单位 和471方式两窝 而residential tower 也就是自住的那一栋 也有三种户型款式 包括三房的916方式和936方式的户型 两房686方式和471方式 一卧的单位 镜头转过来所有的户型款式 我们先讲一讲自住的那一栋楼啦 916方式跟936方式区别呢 就是除了大小有一点点不同啦 但是他们都是三卧啊 所有的卧室在右边 跟所有的卧室在左边 那其余的就是开放式的客厅啦 餐区还有包括厨房 Type B的户型呢 这个就对我来讲 这个户型有点奇怪 不过不用紧啊 餐区客厅还有厨房 OK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位置呢 是书房来的 当然你也可以做多一个房间出来啊 应该啦 不然你就可以做一个储存室啊 然后这个就是你的两个卧室 这个就是大家共用的浴室 然后只有主卧才有属于自己的浴室 再看Type C471方式 这边呢就有一个房间 然后这里就是一个study area 当然你可以做出一个房间出来啊 看它的空间也是蛮大一下的 再看看SOHO也就是可以作为商业的一个一栋楼啦 273方式 然后这是study啦 一眼看完 呃 这个就是你的浴室啦 Dorky也就是双钥匙 特别是双钥匙啊 如果你是打算来做AB&B的话 那你相当于一个单位够呃一个价钱 购买两个单位 那么你就有两个租客两个收入啊 就会提高你的回报率啊 基本上也是一眼看完 然后被隔开的空间就是你的浴室 4701方式就是呃两个卧室啦 然后共用一个浴室啊 这边就是你的生活区厨房也是开放式的 我这一次给大家挑选了SOHO那一栋楼的471方式 示范单位啊 来看一看 呃 因为 是studio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随着镜头啊 赶紧的看完 那为什么我会挑选这个471方式呢 呃 特别是在SOHO呢 我个人觉得在投资的角度来看呢 呃 还是SOHO比较值得去入手 那这样看大门口的宽度呢 呃 我们走进大门口 也只有两尺处而已 进到去 左侧便是你的pantry 而且剩余的一点点空间啊 你就可以放下你的餐桌 浴室就夹在主卧和赤卧的中间 studio的户型 其实不会有太多的变动通餐 都是一眼看完 我们在户型图来看 赤卧这里本来是一幅墙 只是发展商为了让我们感觉有更大的空间 所以就把墙拆掉 那冰箱啊 厨房啊 厨柜和餐桌呢 我们可以看到都是挤在一起 我觉得这楼盘 这样的格局是比较合适 短期入住啊 是ok的 毕竟啊 工作的人 我们不要讲短那种 AB&B啊 就是 就算是住一段时间啊 也就是单身 打聘的人啊 还是附近学校的学生啊 他们能用多大的空间呢 而且他们都是很少在家住啊 那么这个 怎么我们厨房就不用做到那么讲究 我们进来看看赤卧 其实这个赤卧可以作为 全部书房啦 不用放在 放在一个床在那边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房里工作啊 背后有一张床 你都会找理由让自己揽下来啊 干脆 做整个书房 这样我们工作呢 还是读书呢 就会比较集中一些 当然这个也是我的个人建议 就看投资者们要 引来怎么样的主客群 单人床上啊 有一些衣柜 你可以把不经常的衣服啊 藏在里面 而经常穿的衣服呢 可以挂在开放式的衣柜 紧接着我们转移到浴室 我们只需要两步 就能走进浴室 这里的墙砖是给到顶的 Full High Sealing Towers 然后浴室的器具是很齐全 马桶啊 脸盆啊 小硅脂啊 浴室的器具呢 就是Johnson Suits 再看看马桶和脸盆的距离 我觉得空间还是可以接受 体型比较大的人呢 如果坐下去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限制 沐浴的地方比较standard 这里有一个洞口给你摆放 洗澡所用的物品 同时干事区都有一个排水洞 示范单位最后的部分就是主卧 设计几乎和赤卧一样 只是空间大了一些 然后衣柜的旁边便是你的化妆台 这里的窗口就比较普遍的设计啊 就一个方形中间一个十字框 然后两面能打开的一个窗 其实在单位空间有限的情况之下 你还是可以设计出非常有层次看的空间出来 比如这个房里的墙 你可以看到部分是大理石的纹路 另外一面则是大自然的木纹 这不是瞬间带出一种优雅和自然融合的环境吗 我们还可以看到墙上那边 特别是在窗帘那边 有一层窗帘盖 同时又可以盖掉丑陋的窗帘杆 以前的设计就你挂个窗帘下去 你可以看到整条杆就有点尴尬了 现在大多数发展上给你的设计呢 都会把窗帘上面那一部分遮盖掉 然后呢 墙上面那边 你就会看到有一些比较简约的 简单的突出 还有一些线条的美感 示范单位我觉得就到这里吧 现在给大家从楼盘的所在点 一路走到万武达玛商场 起码大家可以多熟悉这整个环境 给大家补充一点点关于 这一个发展商的背景 那这个发展商名为Grand Global 从1996年开始就经营房地产建造行业 目前已有27年历史 所以它已经有设计是叫做Grand Global 所以Grand Global呢 它的project呢 有做过的 像Laguna Radam Island Resort 跟Pula Radam 那边增加 这个project 还有这个大使馆 K2CC大使馆那边的 Merch Merch Residence 再加上 彼探很多大使馆的地方 它那边 现在卖着都 几百万亿一个人 然后这个 Grand Medellie Medellie 在那个Escandam 有些在 Jokho那边 出名的最新的project 然后这个当然是 我们这边是 现在在 Laguna的 这个卖着这个project 然后还有这个 Melbourne Australia 你要买起 这些 你来一等的 好吃 是吧 我们一路走到片段的总结 也就是大家最想听到的真心话 每次我一讲真心话肯定会得罪人的 那么Grand Damansara的形式 我觉得就算发展商有把商业用途的 SOHO和另外一栋存拿来资助的 那一栋楼分开 那这个项目更合适 作为投资类型的产品 论地点 这楼盘的所在点 可以找到不同类型的租客群 这样就会减低 那你找不到租客的风险 而且楼下还有LRT站 直接可以去到万五堂嘛 然后再转站到MRT站 然后你可以去到吉隆坡不同的地方 以下是我可以给大家归类的租客群 AB&B租客 然后附近大学和国际学校的学生们 还是那些海外的家长呢 一起陪同孩子们来到这里的国际学校上学 所以他们可能比较就是住在那种 大户型的可能三方的一个单位 同时也包括附近工作的朋友们 无论你是驾驶的人还是搭公车的人 同样都可以去到PJ各个地方的一些旺区 吃的啊 还是逛街的那种地方呢 我觉得是不难找到啦 在这里 都是一些中高收入的社区啦 我知道外面有很多地方很多楼盘 甚至你会看到Facebook啊 他们有些 原来很多房地产是oversupply 就是很多房子呢是空着卖不住的 我觉得还是要看地点 你看啊 Grand Damansara的所在点呢 的确有一些优势 不排除它也有一些风险 投资每个都是有风险的嘛 如果是没有风险的话 那每个人都发达了嘛 对嘛 那因为公车的连接 可以去到PJ和吉隆坡不同的角落 那就算我们驾车 外面的大道也可以连到很多重要的地点 附近的学校和写字楼 更是给这楼盘提供了比较稳固的住客群 提到看出去的景观 周边的建筑几乎已经成熟 所以没有那么多的景象会被褶 而且空气流通好 就来到我比较介意的一部分 因为楼盘就在大陆旁边 难免夜晚会有一些噪音 不过我看了啦 SOHO呢 它是比较接近大陆 而Residential 就是自助的那一栋呢 会在SOHO的后面 所以呢 SOHO它会作为一个buffer 来缓和部分马路的扎身 另外七楼的设施的确很大 但是住户会和SOHO的租客一起使用 身为在附近工作的朋友们 通常你们都是会住上好几年的 那么你们就会体验到每一天 种种不同的人使用你的设施 如果你不经常用的话 那么还好啦 所以我想说是 如果你要在这个楼盘建立家庭 应该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通常你建立一个家庭 你要找一个很幽静的地方 没有一个商业成分在你的楼盘里面 SOHO你会找那种地方是 它附近有商业成分 可能你走路短时间 或者是驾车短时间会到的 但是同时又和商业 就是所谓的商圈分开 一小距离的住宅区 这就连到另外一点 我比较介意的部分 就是一层楼有21户 蛮多一下的 那么只有5台电梯 这个就你们来评论评论 再来SOHO和Residential 都使用一个出入口 我担心在Pick Season的时候 大家进出会不会有一个 就是整个进出会不会有一个缓慢 but anyhow 这是一个纯投资的产品 所以大家也只是短暂住在这里 所以影响应该不会太大 最后讲到投资的回报 在SOHO也就是短租的部分 我算它 我每次都很喜欢拿20天来出租的一个月 我不会拿30天满一个月的 因为生意有上有下 20天是比较稳定的一个 比较算是一个合理的算法吧 所以20天的话一天租100块 我觉得是可以cover到你的工期 就是你的月工 而一年正常的租 我们讲这个是studio的单位 在PGA大约是1200块到1900块左右 那只要收回来的租金能够cover到7-80% off你每一个月的工期呢 我认为还是一个可以考虑的产品 那么讲到三房residential的单位 也就是自住的单位 900多方式那种大户型啊 在PGA若是比较完整的家具 可以租上3000到3500块之间 而附近比较旧一些的楼盘呢 同样也是三房 价钱可以租到2500到2900之间 那有一些竞争 所以呢 自住还是你打算拿来出租啦 这个是你自己决定先做好功课 那我这里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实际的资料 在这里给大家声明 NFA DYOR Non-Financial Advice和Do Your Own Research 这是非财务建议的视频 我的内容只是给大家一个资讯的分享 那在投资之前 大家记得必须先自己做好功课 和做好投资风险管理 那相同的项目并不代表 每一个人的portfolio都合适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对于吉隆坡房子有兴趣的朋友们 可以在我下面的whatsapp和微信加上 我们到时见